好,我們現在要希望各位在手機上安裝Google文件的這個App 因為事實上有些東西,如果你在手機上安裝 其實你直接使用也是一樣,它就直接在雲端做編輯了 所以如果你需要用Google文件的話 我建議各位可以在手機裡面把它裝起來,如果你常用的話 所以我們到Play商店 那如果是iPhone手機,就請到App Store OK,就執行App Store,那我們到Play商店,執行它 然後呢,當然我可以用講話的 我說講話的,只要麥克風按下去之後 它跑出來一個畫面,然後寫請開始說話,你在講話 比如說這裡,來我按下去 Google文件 OK,它就找出來Google文件 好,就這一個 藍色的 各位去認這個圖案 因為我們在電腦上到雲端了之後 你也可以看到我們的文件的小圖示都是這個圖案 而且我說,各位在安裝任何軟體的時候 請注意喔,這個是App的名稱 下面這一條,就通常是開發的人或廠商 OK 那事實上呢,如果你看到開發的廠商是Google的話 基本上大多數都是沒有問題的 比較可以安心安裝 那如果是個人開發的話 可能就要稍微質疑一下它到底好不好 因為呢,事實上各位在安裝之前 比如說我舉個例子,像這個Google簡報 我還沒安裝 對不對,我還沒安裝 所以它會出現安裝的字樣 如果剛才像我這個Google文件 我已經安裝了 它出現的是開啟 解除安裝 如果你有看到有更新 請你也按更新 把它更新到最新版本 這樣功能上才會 到時候在介紹的時候才會一致 OK 因為那個Google的東西常常會修改 常常會修改 好,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比如說呢,我剛才講到說 如果,欸,跳掉了 對不起 如果是今天我沒有安裝的 像Google簡報 假設你今天是手機上一個APP 人家說,欸不錯啊,你可以去安裝啊 但是你在安裝之前 請你評估一下 第一個,開發人是誰 如果是一個很知名的電腦廠商 大廠 那我覺得還可以安心安裝 如果是個人的話 我建議各位 再多看一些東西 看什麼呢 這個地方 第一個,評分 好不好 而且有多少人使用 OK 那它的評分最高分是五分 那當然不會到五分啦 因為只要有人投了四分 或什麼 它一平均之後 就可能是四點九 或是多少 所以反正就是四點二 欸,那這樣子算蠻高的 而且呢,你看下載的人 一九二二四六 所以有十九萬人多 這麼多人下載了 好像還大致沒什麼問題 而且呢,評比上五分 它可以得到四點二分 所以,欸,這樣子還蠻高的 如果是個人開發的話 你就可以參考這個數據 然後呢,通常這個底下還有一些 有一些人的評論 你可以看這些人的評論 如果有些人評論 甚至有些人會講說 欸,在我這支手機上 它會講它的型號 這支手機上不能使用 欸,那你就知道 也許跟你同樣的型號 說不定你就不用花時間在嘗試 但是如果你真的有意願 想要自己嘗試的話 你也是可以先裝了之後再移除 OK,好,所以呢,請各位把這個 剛才我們講說在手機上 請安裝Google文件 手機上請你到Play商店 或者是iPhone的App Store 請找到Google文件 好,我再操作一次 就是呢,你今天到Play商店 裡面呢,這邊有一個麥克風 可以不用你自己用手打的 太累了 我們用講的麥克風 然後呢,出來之後 它中文的話 它寫請開始說話 或者像剛才我出現的是英文 Speak Now OK,那你出現了字樣 你在講話 Google文件 這在有網路的環境之下 它辨識的還不錯 然後呢,就請找到類似這樣的圖案了 到這裡之後 看你是按安裝還是更新 然後結束之後 你可以把它開啟起來 開啟起來 然後呢,你可以看 我在開啟起來之後 我們先看這裡三條槓 這裡 你看看 是不是 跟你用的帳號是同樣帳號的 OK 請確認到這裡 我們就可以在這邊 確認了 它帳號是同樣帳號之後 我們就可以在這個地方停止一下 等一下我們再繼續往下 可以嗎 來,請各位安裝 在手機上安裝 Google文件 謝謝